如果你要看到結果是否正確的話 那一樣嘛,先把年這個藍先把它刪掉好了 刪掉之後我們再來run 怎麼run呢? 在聚齊裡面就會有個插入年 理論上應該會有這個東西 插入年這一個 聚齊啦 實際上聚齊 就是你剛剛錄的東西 名稱會在這邊出現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按下這邊就會run了 如果你要 看一下程式嘛 你可以按編輯 所以我們假設要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執行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run完之後沒問題 那表示ok 如果run有問題 那你可能就NG重來 可能要重新錄製了 ok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剛剛 這個錄下來的程式 到底跑哪邊去了 特別注意喔 如果在聚集錄製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環境前面就有一個video basic 那實際上 這個所謂的錄製聚集 它就是幫你寫video basic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放哪裡 就放 幾個方法可以進入到那個程式 第一個 聚集裡面 我們剛剛是點那個插入欄 按執行嘛 那你不要按執行 你按編輯 你按編輯它會跳到video basic 不過有的時候會閃退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個是一個bug嗎 那如果你閃退的話也沒關係 你再按一下那個video basic 它就跳出來了 那這個video basic的理論上它會浮動在上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縮小 浮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直接對應下方的那個 這個資料 然後呢 去對照你的程式 有的時候程式是 一邊看著你的底下的資料 那你再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不過這個環境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大概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程式已經出來了 但是這個字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 把字放大一下 因為你字太小 所以看起來其實蠻不舒服的 那怎麼樣把這個環境裡面的字放大 可能要記一下工具裡面的選項 工具選項 裡面有一個叫 撰寫風格 大小部分的話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14好了 按確定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感覺 差太多了吧 那 第一個 先把字放大一下 不然的話你們看得太辛苦了 對眼睛也不好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環境裡面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你不要沒事 就很喜歡看到叉叉給它 按關閉 那之前有同學常常這樣 不曉得又把它關閉了 變成這樣的畫面 也就能 全部關掉變成 黑 這個黑底的一個 什麼東西都沒有 如果你假設發生這種狀況也不用擔心啦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程式叫出來 特別是你可能只要記得 在檢視裡面 找到它最 這個最源頭 源頭就是所謂的 專案總管 所以你什麼東西都 關掉沒關係啦 你如果把 剛剛的程式叫出來的話 請你找到專案總管 那專案總管底下的話就有模組 你只要把那個模組打開 那我剛剛應該 理論上你們應該是在 這個模組的模組 那因為我之前有寫的其他程式 我可能放在模組 我看模組 模組3吧 我這個程式 因為很多段 看一下 模組 模組1 所以你點兩下 程式就打開了 那我應該我的在這裡 插入 年 是不是沒有插入年 那應該是模組2 OK在這邊啦 他又幫我增加一個模組2 那理論上你們如果沒有 做很多的 這個 錄製聚集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只有一個模組 那我這邊有三個 其實是可以把三個東西 合併在一起的 好那你打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錄下來的聚集 它的一個基本架構啦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將來 後面比較難的 應該就是那個 聚集錄製 跟那個 那個VBA 那它的基本架構 其實還 蠻一致的 第一個 如果你假設 要寫程式的話 以後寫程式也是一樣 你必須要寫在模組裡面 這第一個 所以如果 你想要寫程式 第一個一定要先插入一個 新的模組 那 錄製聚集它會自己幫你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Sup 後面就是那個什麼呢 我們的聚集名稱 叫插入年 所以有一個Sup 開頭 底下就會有一個End Sub的結尾 所以基本上程式就在這個範圍之內 OK 那底下的話呢 如果看到單引號開頭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註解 註解當然 目前它這邊好像有 直接幫我們增加幾個註解 不過理論上這些註解 一般我習慣是把它Delete掉 因為這註解好像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它是什麼 插入年聚集 好像有點太多餘了 所以我會把它Delete掉 然後Delete掉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就會自己再增加我自己的一個 註解吧 那我要怎麼增加註解 因為理論上 你看這個程式你可能看不懂 但是你應該還記得我們剛剛做的動作吧 我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先選取D欄對不對 然後 所以選取D欄 那你可以看到 它 自動幫我寫出來的程式 其實選取D欄就是這樣 Colents Colents就是一個 欄的物件 然後 選取的話是.slate 選哪一欄 選D欄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要 做選取D欄的動作 不會寫沒關係 這邊告訴你 用這個物件 指定哪一欄 然後後面加一個.slate 這樣的話呢 它就幫你選起來了 所以阿達尼 如果要能夠把 這個動作 加上你可以看懂的一個敘述的話 那請你在這個 程式的上方 開頭加一個單引號 然後後面的話 我希望上加一個 這個 步驟 編號 那 這個的話呢 也許就是什麼 選取D欄好了 也許你就 自己打一個 OK 然後呢 第一個動作嘛 那第二個動作我們做什麼 還記得吧 第一個先選他 第二個是插入 有沒有 所以插入 按右鍵插入那個 有沒有 插入一個欄 所以 2 然後後面可以敘述說 我按右鍵 插入欄 有沒有 所以這底下就幫你插入一欄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在D1的地方 有沒有 D1的地方 再幫我輸入什麼 3就是 在 這個D1的地方 輸入一個年這個字 那你會發現程式如何寫 對 選取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儲存格的話就 Range D1 那裡面的話加上年這個字 有沒有 所以底下這兩個應該是 輸入年吧 然後再來的話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就是什麼 輸入那個Labs的公式 在這裡 然後第五個的話 就是 那個 我們是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第五個動作 所以 5就是向下填滿 那 請各位 這個後面的那個 註解的 名稱 自己把它打一下 那你說老師這個註解是不是一定要打 我是建議如果你初學者的話 建議還是要打一下 不然將來你看到這個程式 應該會滿陌生的 可是你如果加上這個註解的話 我覺得應該 會更能夠了解 將來要怎麼錄製 怎麼樣去寫對應的程式 那這個我好像之前我有寫過 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這邊 就這一段 應該錄下來的東西應該會是一樣的 在這邊插入 有沒有 這個 所以這一段的範圍 應該都一樣 OK 那我就拿這個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又不重達了 所以最後的話請各位 自己在上面加上註解 那你又一清二楚了 有沒有 先選取D欄 然後再插入一欄 然後再輸入年 再輸入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OK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目前 如果要執行的話 剛剛是從聚集裡面執行 不過跟各位講 除了可以從聚集裡面執行 這個 插入年之外 其實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執行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游標放在這個Sub 與End Sub中間 的任何一行上面 按下上面的執行 也等同於剛剛的執行動作 所以我把這一欄 再刪掉一下 那我從這邊run好了 再run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一樣會出現 這個run呢 跟剛剛的那個 是一樣的道理 不過啦 跟各位講一下 畢竟那個 錄製聚集的動作 它其實 是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那錄下來的東西 其實你看到 總共有 五個步驟 但實際上 如果我自己來寫的話 我還是會把它清簡一下 那有哪些地方可以清簡 就是我們再來看 插入年其實可以 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式拿掉 那至於哪一些可以拿掉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要清簡的話 首先你可以看到 將來如果你假設 在那個錄製聚集的時候 因為它是透過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幫你產生的程式 所以它裡面一定會有很多的select 有沒有select有點像你滑鼠點塌一下 另外的話就會產生一個叫selection 有點像這個是一個動詞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名詞 有點像是一個主詞 選了之後會產生一個範圍 這個實際上指的就是低欄 所以如果我要寫的話 其實我自己會寫的話 我甚至我會把什麼 把select跟selection 把它delete掉 其實如果假設你要精簡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先select再selection 其實就這樣啦 你可以column 哪一個column點音色就可以了 所以兩個行其實可以變一行 也就是 這個比較直接 反正我不要先選了之後再插入了 我就直接跟你講說低欄插入一欄 所以寫完這樣比較快一點 甚至後面的這些相關的參數 也可以都把它delete掉 所以你錄完之後 像我的習慣 我會把那個程式 再把它 第一個先加注解 第二個的話 再把它精簡 精簡的話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精簡是什麼 先把select跟selection 把它刪掉 然後把後面的參數拿掉 給第一個 這樣就精簡很多了 還有哪些可以精簡 所以兩行就變一行 第二個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這邊有個range D1裡面要放個年 其實我跟各位講 要我來寫的話 寫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range D1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那個儲存格 那裡面要放什麼 放個年這個字 其實就把等號 後面放一個 雙引號年 他就會知道說 幫你把年這個字 放到D1裡面去了 寫這樣就OK了 不是更簡單嗎 好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等號不是那個 計算的結果 其實意思是把 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的物件裡面 這個指是什麼 D1就這個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 會多一個年這個字 那一樣的道理 底下那個 D2有沒有 這邊一樣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有沒有 Lapt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它的公式 這邊有錯 哪邊有錯 少一個等號 特別注意 這個等號 不能 刪掉 你說老師 這邊不是一個等號 這個等號是公式裡面的等號 這個等號是原來的等號 你不能把它刪掉 那意思是說呢 在D2裡面 幫你把公式丟進去 那最後的話呢 就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有個selection 不過上面並沒有selection 所以如果假設你執行這個程式的話 他會出錯 因為他找不到 什麼selection OK 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 你乾脆直接把 這個selection 直接改成什麼 跟他講說 其實我是從D2向下填滿 所以把這個selection改成什麼 改成range D2就可以了 OK 後面的話加上向下填滿 那填滿的範圍就是這個 OK 那甚至最後他有一個什麼 哪個範圍選取 這個其實這行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 好 那最後當然你會發現 錄完的程式其實 可以再更精簡 那精簡完我們來run一下 如果你精簡完的結果 我們把它run一下 那當然 我一樣把這一欄刪除 然後呢我執行 這個插入欄的動作 那你會發現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 這個程式變精簡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個註解 再把它精簡 比如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原來有沒有 本來有五個步驟 那縮小程只要四個步驟 那至於那個註解的名稱 我想你自己在 針對下方的程式 給一個比較恰當的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不見得要跟我一模一樣 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可以寫多寫少都沒關係 OK 畫面先 你們先試一下 那一樣 其實如果說插入年OK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插入區 所以區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區根本不用重寫 你直接拿那個 剛剛插入年的程式來改就可以了 怎麼改 試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那麼 我們繼續 bought